安倍晉三在大街上被槍殺 总统到台日交流协会悼念时 维安大紧绷 蔡英文身边的贴身随护 至少有十位左右 而特勤人员和警察严密包围 媒体更罕见被关置在地下室入口 而晚到的媒体甚至得隔一条马路 才能拍摄 新政院长苏贞昌到场时 贴身随护也高达八位 一度还因为车队和警察交管 导致民众的车辆塞在路上过不去 维安绷紧神经不敢大意 但蔡英文要求无怨和各级机关 为安倍降半旗却掀起争议 因为根据法规 除了总统副总统逝世 或是二二八之外 必须要对我国有特殊伟大贡献 或是对世界和平有贡献 以及现任友邦元首逝世 才能降半旗 但安倍显然不服条件 从台湾撤侨 指标一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 他没有 甚至我印象中 他为了要发解川普 还帮川普提名做和平奖 因为现在去秤安倍 对蔡英文来讲 是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去年我们的友邦 海底叶总统被刺杀 怎么蔡英文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这就很明显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一个政治动作 专家说国家不依照法令 贸展降半旗是矮化国格 而降半旗根本不是为了交情 背后都是政治利益 就算是感念哀悼 是不是该违法 要全国这样办旗 升到一半的国旗 飘出浓浓 震荡利益 记者杨七号 薛果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 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 优惠好康 我准备来 他们 来吧 靠海 我们下个身边 气插 来吧